撕開一個個套好的田式袋子 裡面不是空的 就是已經爛掉的果子 整棵樹上好的果實 農民說可能都不到五棵 趁著樹立颱風前提早將田式套袋 結果還是難逃 成為落果的命運 有一次是我有拿十萬塊 然後現在的話可能 可能幾千塊可能拿不到 然後我小孩子又是 那個九月要那個上大學 然後停是這樣子 我也不知道他們的那個註冊 又要從哪裡拿了 擔心開學購 小孩子的學費無著落 因為農民說這一分大的土地 田式只要顧好 就可以有十萬元的收入 可是現在一棵樹上 好的果實可能都不到五棵 收入可能只剩下幾千元 雖然可以向鄉公所申請 天然栽鈣現金救助 但田式一公頃補助九萬元 一分地也就是零點一公頃 補助就只剩下九千元 農民損失慘重 雖然心裡無奈 但是果園還是維持家計的命脈 帶著孩子們一起修復農園 看天吃飯的果農遇到風災也無能為力 再過一個多月小孩子就要開學了 現在還煩惱學費從哪裡來 記者姆拉斯阿利夫 新竹兼時採訪報導